修学内观和自我觉知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找出自己的烦恼 了解每天的所思所想 佛教修行的起点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保持觉察 也就是随时要记得去觉察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是如何行动跟言谈 而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是如何思想的 不只是要观察 还要能够分辨有益跟有害的 有的时候有快乐 有的时候有痛 各种各样的没有关系 比如说海里面的浪有的时候会出来 有的时候会去一模一样 这个有的时候有难过 有的时候有快乐都有 这个难过也一种角色而已 我觉得难过 压力 痛苦真的很好的东西 如果没有难过 没有痛过的话一定没有快乐 怎么有快乐 不可能 有快乐的时候一定有难过 一定有可能 那快乐没有难过 你没有感觉 不可能这样的 外在的因素跟人提供了我们困难升起的环境 但佛教主张是试着去找出更深层的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要关照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理惯性跟习气和正面负面的各种情绪 都会影响我们如何体验生活 时方新闻 郭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